有种植户跟我说,他今年种番茄,种的品种是粉贝 虽然我没有种过这个品种,但是我知道这个品种的一个特点 他说,他现在粉贝这个果,这个番茄果,长得个儿非常小 什么原因? 当时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打了空旺药剂的? 他说,对了,打了空旺药了,一看打过了以后,就马上又喷失了解空旺药的一些其他的调节剂 但是现在果还是比较小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种植当中的时候,有时候的种植风险问题了 特别是番茄,你摘上去以后很容易出现旺涨 出现旺涨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只能是使用空旺药剂去空旺 但是呢,如果你控的正正的好,没问题 如果稍微多了以后,番茄苛长得也不是很好 同时呢,你记住,空旺药剂 它不仅是空杆,空液了 同时它也是空花,空果了 所以这样情况下,你番茄果肯定是长不大,隔手小 出现这种情况,即便你后期采取了做事,但是至少会影响你两岁过 所以建议我们种植户,在出现这个番茄旺涨的时候,使用空旺剂的时候,要记住的一个点啊 第一个,正常的剂量,我们一般使用四分之一 就是说厂家建议的西式倍数,我们扩大四分之一使用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 喷雾的时候,不要重喷,但不喷,一边过 第三个呢,就是要讲一个原则 宁可控不住,但是一定不能过量 啊,通过这个原则去做 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很多就是啊,夫妻两个啊 男的可能打了一遍空旺药,但是回家没说 等了几天,女的一看海黄长呢 又打了一遍,那就彻底就完蛋了 所以说呢,一定要在家庭沟通好 这个可不是笑话,这个我们去年都遇到过 啊,两口啊,头一天是男的打,第二天是女的打 所以说呢,番茄空旺啊,一定要慎之又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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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